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四十二章 约瑟的哥哥们第一次下一集 并为四十四章 事情最后的化解铺路 在这一章当中 约瑟继续试验他的哥哥们 测试他们的嫉妒之心 而焦点都在变雅敏身上 看哥哥们如何回应他所受到的偏爱 这个偏爱的主题 因着强调神的怜悯 神的供应 神的恩典而获得平衡 神的严敏出现在兄弟离开时雅各的祈祷 神的供应是家宰对银子解释的回应 神的恩典来自约瑟对变雅敏的祝福 在这样的强调下 加上哥哥们 显然有所改变 因此 丽亚敏获得偏爱的这件事 对哥哥们似乎不再构成问题了 弟兄姐妹们 不能否认得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都活在神的计划中 而参与神计划的人 必须有责任感 就如雅各众子坚持如果不带变雅敏 就拒绝前往埃及 他们对雅各重复说明拒绝的原因 这些兄弟渴望回到埃及 但他们相信 必须带变雅敏同去 才能证明他们的清白 并使惜免获释 最后 雅各答应了 但也只是他们如何讨好埃及统治者 临行前也为儿子们祝导 其次 参与神计划的人 有责任为所犯的错做出补偿 一个信实的人 如果发现自己有错 必须诚实面对 就如约瑟安排自己和兄弟见面 并打算在自己屋里款待他们 这决定是出于善意 要试验他们对变雅敏的嫉妒心之前 先让他们安心 不料 却引起兄弟们极大的恐慌和内疚 因为他们恐怕约瑟因因子之事 设下圈套 这份恐惧促使他们急着归还代中的因子 而加载的回答让他们稍稍安心 不再怕埃及统治者报复 但是一想到 神对待他们的方式 必然深感困扰 因为他们明知自己有罪 最后参与神计划的人 必须为自己所拥有的欢喜 即使别的弟兄比自己多 兄弟们对约瑟的态度极其谦卑 他们小心预备礼物 然后向他低头 伏在地上 但约瑟的注意力转向宾亚敏 在祝福他弟弟之后 爱弟之情发动 就进了自己的屋里 哭了一场 后来在宴席之间 座位的安排 和对宾亚敏的偏爱 显示了这些哥哥们的光景已经改变 他们的看法更加成熟 也更多意识到神的介入 所以在约瑟的事业之下 他们为自己所拥有的欢喜 也可以感恩地 领受自己手中的一份 而不嫉妒别人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把我们放在你的计划中 我们的一生 无论遭遇何事 都可以放心交多给你 因着你的怜悯 我们与你和好 因着你的供应 我们一无所缺 因着你的恩典 我们得着属灵的福分 谢谢你如此爱我们 我们愿意一生 都奉献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请不吝点赞 ڈ